歡迎收看大人化之中秋假期過後 所謂的這個藍巴奴 綠巴奴的口水戰 可以說鬧得沸沸揚揚 所以這個星期大陸新聞週記 我們就要從兩岸新聞熱點 開始談起 八個縣市的首長登錄去拼觀光 結果被罵慘了 月園姐給大家解碼 到底他們是不是自動送上門去求見的 當然不是自動送上門 我們還要很快講一下 什麼叫 因為可能有一些觀眾不知道 什麼叫藍巴奴 綠巴奴對不對 就是台灣的藍營的縣市首長 還有五黨籍的 總共是連江金門 台東花蓮 南投 新北市 南投 還有苗栗 他們就是9月27號到北京 然後北京真的是有史以來最高規格的接待 中共的全國政協主席 余政森推開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張志軍主任 然後北京市長 北京市委書記通通見了 因為正好八個人 而且大陸送上了大禮 回來之後綠營心裡面摔 就罵他們是八奴 然後藍營這邊不服氣 就梳理綠營這幾年 他們的縣市首長登錄的 正好是八個 就叫做綠八奴 但是比較正面對這八個 縣市首長的稱呼叫做八君子 他們這次到北京去 當然就是說因為520以來 兩岸關係很不好 這八個地方 他們為了自己拼自己的觀光政策 然後就去北京 但是像這種的操作 每次都說一定是雙方各有意願的 兩個八黨一拍 然後再開始溝通 就是說我先要把我訴求跟北京講 然後北京他們經過周密的計劃 這都訂了之後 這個邀訪也是很有玄機的 因為是地方的對不對 是由北京市台灣出面 然後讓他們過去 對地方對地方 對 所以議員其實這一次這個 藍營的八位首長去大陸 會有人這麼解讀 是大陸要刻意要分化台灣 把台灣一分為二 變成承認九二共識的台灣 跟不承認九二共識的台灣 你覺得 這就看你怎麼看 如果我們用大陸的統戰術語 是可以用分化 但是我關注的地方就是說 因為520之後 兩岸關係這麼僵 我去大陸 大陸的社會官員都跟我講說 預言 我們有我們的政策在 你慢慢看好了 我現在終於看懂了 因為說大陸面臨 他從520到現在 一直希望跟小英政府 只要一個九二共識 對不對 四個字就OK了 可是沒有 連那個海基會的 那個新來前後帽董事長 還那四個字 所以他就OK 你中央不行的話 我先從地方開始 那地方的話 大部分都是綠營 所以藍營也為了 他們自己的政治前途 首長為平觀光 所以雙方都有這個意願 但是也讓我知道說 原來面對我們的 台灣的小英政府 這樣的形勢 大陸現在的做法 也就是你要說 從地方開始 然後這樣子來推 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講九二共識的四個字 又不痛不癢 對不對 有沒有叫你直接講一個中國原則 其實我們都知道 那我們原來的交流 就是可以恢復的 畢竟說老百姓以民生為主 老實講我管理政治 如果什麼口水在 可是玉燕姐 像差別待遇 難道不會適得其反嗎 這是未來我們觀察 重點的這個地方 因為綠營的現在這個很痠 但我覺得還是以老百姓的 他們的反應為主 如果說這個藍的這樣子的 以後的 因為他們這樣共識做法 能夠順利推展的話呢 那綠營那邊的老百姓 也跟綠營他們所長說 你們是不是也應該要去走一下 其實他可能就有一個轉機 我們其實可以仔細看看說 這八大利多最後可以轉變 什麼樣子的形勢 陸客可以重新 11月就可以向台灣 大家可以等到11月看 這八縣市的農漁產品 有可能會賣到北京去 絕對會的 不是有可能的 這次拼觀光 本來只是單純想要拼觀光 為了要振興地方的經濟 就沒有想到被外界染的 被有濃濃的政治味 其實在大陸的家庭 最近也有一些 據說也飄出很濃的政治味 對 在大陸的央視 在今年的秋節過後 他們有一個非常特別的 特別節目 新聞聯播 它叫這個 只有人長久 但願人長久 這個節目 它說上面有一個 老太太發展了 家庭黨支部 這條新聞足足播了五分鐘 就是遼寧盤井 有一位老太太 82歲叫補鳳斌 家裡一共有18口人 就祖孫三代 本來三年前 主持這個家庭黨支部的時候 只有六個黨員 現在已經發展到十個黨員 然後他請他們 他們中秋節晚上 不是吃月餅 他們是吃叫 愛國豐收餐 那是什麼啊 愛國豐收餐 是哪些牌子 坦白講央視也沒有拍出來 到底是什麼菜色 但是而且他們晚上 不是看秋節聯歡晚會 他們是念的是 黨員的連結自律守則 你看我素然氣 這個好復古的感覺 我印象我記得 小孩哥哥在 好像是2015年 新疆烏魯木齊 也有一個老人 他們家姓白 好像80幾歲老人 他們家也是搞一個 家庭的黨支部 對 其實大陸最早的 公開的報導 是09年開始 就有家庭黨支部 然後2011年是在 在這個宜昌 有一個第一個家庭黨支部 非常有意思 也是一個70多歲的老太太 他的兒子 不是 他的女兒是這個組織部長 然後他的職兒是宣傳部長 大家都說 那這樣一家都有 都有官可做 你看媽媽是 是黨委書記嘛 然後這個很有意思的是 就是捕鳳彬呢 他為了要召集主生三代都來開會 他創立了許多名詞 比如說他有 他讓這些子孫們有的批彩帶 他給他頒獎 給他頒獎 給他批彩帶 給他獎狀 給他獎金 從他的退休金裡面拿獎金給他 說只要他們做好事 這個黨員就有貢獻獎 然後這些子女還送了一個叫 終身成就獎給這個捕鳳彬 很有趣啊 捕鳳彬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因為習大大說 因為習近平講說 哪裡有黨員 哪裡就要有黨支部 所以他在家裡就成立了黨支部 可是家裡黨支部的話 真正的當地的黨支部認可嗎 他真的是黨支部啊 他真的是黨支部啊 因為他真的全部都是黨員 而且他 像我看到那個 烏魯木齊的那個個案 他是三幾個節日嘛 中秋節過年的時候 還有十一國慶的時候 一定就要回家開黨大會 然後大家就報告自己最近的工作 跟學習狀況 以及接下來你的步驟是什麼 他們家18口人 有10個是黨員嘛 所以他們中秋晚會 他們是開的叫擴大會議 就黨支部擴大會議 就所有家庭成員都要參加 我覺得這有個最好的地方是 管你是用什麼形式 所有的親人都聚在一起了 可以凝聚感 而且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這是加封的建立啦 也沒有什麼不好啦 當然你說像那個 中共的黨員是全球最多的嘛 他的那個群眾的影響力很大 現在在國際上面 也要開始持續地去發揮 他們最大的影響力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關心 李克強探訪美洲 之前李克強出席聯合國大會 針對難民和移民大規模流動問題 闡述中國大陸主張 而這次出訪 除了是李克強首次亮相聯大 也是中國大陸重返聯合國45周年 這個客廠中的主場外交 引起各國媒體關注 中國一貫高度重視 必積極參與解決難民和移民問題 即使在過去困難的時候也使以援手 現在中國經濟有了比較大的發展 但仍是發展中國家 願承擔與自身相應的責任 這是道義之舉 這次李克強每周型關注的亮點 不意外地落在加拿大和古巴的訪問 尤其這次睽違13年再次出訪加拿大 對兩國的經貿深度合作增加不少助力 外界也推測 李克強透過這次密集出訪 是為了用行動拼金機 李克強出訪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這次出訪美洲究竟有何 不一般育彥姐要特別講 有 講到強哥你看我就很開心 因為我真的很欣賞她 而且這一次夫人陳鴻一起出去 夫人的我發現她的打扮有進步 而且越來越素雅素敬 跟我們彭阿姨 彭姐姐是不一樣 好 講李克強 她這次出訪當然是有幾個亮點 一定要有亮點 第一個也就是講的 她是首次到聯合國大會 因為她們這次最主要是聯合國71屆 然後有特別的會議 她發表這個演說總理 然後在這個上面我們看到現在 最主要是這次特別召開的 奈米移民高峰會 我覺得在那峰會上的所有這個演講 真的強哥講的最好 讓我很感動 而且這些國家 尤其這些高端經濟國家 只會講好聽話 只有強哥趕在演講上面 公開宣布說 我們額外加碼捐1億美元 這是很實際的 在聯合國上面 好有底氣 對 好有底氣 然後他去加拿大的訪問也是 他就是在今年8月 跟加拿大總理訂定了 以後中加的首領 都要有年度的聚會 第一次出訪 然後中加的經濟跟不用講 那去古巴訪問的話 中巴建交56年以來 總理第一次去這個古巴訪問 所以他都有他的外交經濟意義 還有特別是強哥在紐約的時候 跟歐巴馬總統見面 然後雙方談的 這次都是雙方外交的部門網站 很仔細的把這個內容講出來了 那主要關注是中美關係 這次不講台灣問題了 還有這個朝鮮半島問題 但是還有個差異是說 像中方就有提到說 有跟歐巴馬談這個 薩德飛彈的問題 可是美國奇怪了 就講說希望這個大陸 對這個朝鮮半島 也就是小恩 現在老是發飛彈的 希望加強壓力 可是就不談這個薩德 因為我覺得就是在這一次 美洲的三國訪問當中 大家還是聚焦在經貿合作上 因為在之前的G20 你看加拿大給了中國 一個大的賀利 就是在G20 亞投行 對 開始之前 他自己先申請了亞投行 讓美國完全措手不及 然後他跟古巴之間 有這麼幾十年的革命交情 當然一定會給甜透 在經貿上一定會給卡斯楚 送了大禮 對 卡斯楚甜頭 是有 因為再次就是 因為現在那個強哥 他加拿大跟古巴的 詳細的那個談的內容 沒有出來 但是之前就光是 大陸這邊發佈的 就是說強哥到這兩個國家去 要談的方方面面合作問題 經濟是非常重要的一項 因為古巴跟加拿大 在那個對大陸的經濟 就這兩個國家要講 都是屬於他們的 經貿出口的前幾位在裡面 而且我們就看 我相信強哥又會送 很大的禮物出去 有經濟實力就是底氣強 是 底氣很強 所以大陸在美洲的 經貿合作種子已經佈下了 是 但是在歐洲的部分 像在英國他們的經貿合作 就已經開花結果了 是啊 核電廠原本以為會延宕許久 所以你看 這個核電廠原來是我們 習大大去英國的時候談定的 去年 去年談定的 但是他們首相梅伊一上台 立刻就說暫緩 可是你看梅伊這次G20 到了大陸去 跟這個習大大主席一起談話 回來立刻找 好 拍板我批准了 但是他批准他有這個彈書 因為在這個 英國這個核電廠的建築 兩大的這個資方 一個是中國 一個中國核電 一個是法國 那英國這次在同意 新建這個核電廠的彈書是什麼 就是說它也要有一些 特別的這個股份 而換言之就是說 如果將來這個核電廠的股份 你要轉賣轉移給誰 再沒有英國的同意 在英國如果不知道這個情況之下 你是不是可以亂動的 而且實際上 但是我覺得建這個核電廠 對中國的核電世界來講 它是有肯定吧 肯定 而且就是說 大陸現在它要把它的這個 它漸漸的國產核電 它要推到這個國際去 尤其是法國的核電技術 在世界上是前端的 跟法國合作的話 大陸它可以對 就是他們對於吸收別人的優點 對 變成自己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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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對於大陸以後 它因為核電 對未來的全世界的能源來講 是一個真的是不可期待的能源 所以在大陸它的核電的事業 它要走到這個國際上去 非常大的幫助 換句話講 中廣核就這一次就可以走出國門 是的 這個核電廠 240億美金 你看看 好大的那個 可是它對英國的那個 電力供應的服務是7% 對 其中7%的電力 那大陸自己內部的核電 好像是東北還是哪裡 也有一個新的進展 有啊 就最近我看到新聞 東北在那個遼寧的那個鴻岩河 它的那個核電廠的 東北第一座 第一級工程已經完工了 而且這個核電廠工程完工 很大的意義 它有75%都是它的國產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 你看它現在 包括像它能夠完全自己建造航母 有沒有 核電這一塊 它從一開始需要借助 學習別人的 它先買法國的 先買法國的 然後到現在它能夠 光這次就75% 為了它所要達到了核電的目標 就是說它要完全百分之百 自己做 就錢沒有白花啦 花了錢 我就把你的技術給學來 我壯大我自己 當然我們講到核電 大家會擔心的是核鞍 可是還有一個 大家生活息息相關 不管你有沒有靠近核電廠 你都要關心的 叫做食鞍問題 在大陸最近有一個新聞引起大家關注 激感 是 大陸的這個轉基因食品 一直都被大家重視 說到底是挺這個轉基因食品呢 還是反對反基因農作物 一直都有很大的爭論 最近出了一個很大的事 是北京畜牧獸醫研究所 也就在中國農科院裡頭 有一個退學的博士 他出來告發了說 他曾經在裡頭工作過 而且就是他們所謂的基因 對 基因監測中心 每三年國家會來檢查一次 然後涉嫌造假 換句話講說 他就是那個涉嫌造假的人 他就負責涉嫌造假的人 對 因為他們三年 他們要檢查你 三年過去做的所有的檢測紀錄 還有你的機器校準 還有相關的 比如說像試紙這些應用 他說三年的東西 要他在一個月之內 把它做出來 換句話講 那三年的測試 根本就沒做 但是他還是硬著頭皮 六月份開始做 七月份國家來檢查 然後居然就通過了 然後他們這個學校 他們這個高等院校 還是繼續獲得 國家轉基因監測中心的 這個所謂資質認證 這就奇怪了 我的問題 他造假 然後國家來檢查 為什麼會過呢 是不是國家檢查 全部合在一塊 所以他也覺得奇怪 他剛開始 他是先跟自己的 中國農科院的研究院去告狀 結果這個研究院說 這個事不歸我管 然後他又跟媒體說 他甚至把自己的文章 登在支付網站跟果殼網站 結果被這兩個網站刪掉 理由是涉及政治敏感 因為怕他傳遞的是 這也是 虛假不實的消息吧 然後最後他覺得 更莫名其妙的是說 其實那個 因為三年的那個本子 三年的紀錄 其實你來檢查 一定是看得出來的 因為三年前的紙張 跟那一個月做出來的紙張 肯定不一樣的 他可以說我電腦化了 所以我沒有印出來 這會才印出來 沒話說吧 所以他也覺得 非常非常奇怪 就是說如果中央的 中央的這個專家來看的話 應該是可以發現這個問題 為什麼大家都睜一隻眼閉一隻 這個問題很大 很大 對 所以你知道就是 在大陸有42個國家的 轉基因的監測中心 如果這一家是這麼作假 其他家是不是也出問題 再來就是民眾 對這個大陸的國家級的 這個監測 食品的監測中心 農產品監測中心 一直都有懷疑 那這個事情爆發之後 大家就會想 那是不是我吃的東西 你檢測合格 其實是這麼作假出來的 他也是一個基改食物 因為現在基改食物 會不會致癌 一直是大家非常關心的 一個重點 對 我絕對不吃 然後這件事情也引起了 大陸網民又從這個 挺基因改革的食品 跟反基因改革食品 又開始論戰了 而且打得不亦樂乎 是 其實除了基改的 這個問題之外 還有一個新聞 同樣是在網絡上面被罵翻 這跟918是有關係的 而且也是來自於一個 乒乓球國手的先生 是 其實這一次的 這個乒乓球 應該講到這個 王楠 她是奧運的女單冠軍 那她的先生叫郭斌 在今年的918 當天呢 9月18號 她就登了一個 這麼的微博 她說 曾經的918 就是整個國家 被一個小中國太多的國家 從頭到腳欺負到底 她覺得這種遇到這些欺負人的事 很難緩過進來 所以她說她曾經到日本去 但是她從來不用日本的電器 也從來不用日本的產品 然後她在日本 那她去幹嘛那個 後來到了日本都是日本的電器產品 她不用啊 然後她說她特別在日本的酒店裡頭 把所有的水龍頭打開 把水放開 她說這樣才解氣 結果她就被罵翻了對不對 對 在這個微博後面 她當然她有加了一小句 她說其實她知道沒用 但是呢 就各方面 咱各方面都還得加把勁 但是這個事情你知道 後來因為這個網上討論的沸沸揚揚 有幾十萬人在討論這個事情 環球時報就做了一個選民的調查 叫四點 第一點說 不能更讚 我的愛國方式跟它完全一樣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說 愛國心固然可以 但是方法欠妥 這是第二點 第三個選項是說 可恥 她說愛國可以理解 但是用這種方式是沒有底線的 因為大家 全世界都在缺水 你用這種方式去解恨解氣 然後第四個是 無所謂 這事情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這個選民的調查 你會發現 選擇第三個 覺得郭斌可恥 對 佔了64.5% 再贊成第二 就覺得他方法欠妥了 佔了20% 不管怎麼樣環保 是世界公民的責任 你這樣是浪費水資源 我們現在水資源不是很欠缺嗎 我覺得不可以用犧牲環保的方式來展現它的愛國心 這個是我想它的爭議 不管怎樣 即使那個民意調查 大家調查的結果有比率上的差別 可是大家的意見應該差不多是一致 愛地球是大家的責任 還有另外一個 穿睡衣不曉得算不算愛地球 因為它竟然這算是一種時尚耶 這我要講的我一定要講的 我實在受不了了 兩位我們下禮拜上節目 我們各穿一套睡衣來吧 就今年時尚風 真的流行睡衣嗎 因為我是先看到范冰冰 前幾天出國去參加那個什麼影展活動 穿著那個當然是質料很貴的睡衣 接下來趙薇去出國參加倫敦的時尚州 也穿著這個睡衣 原來今年這些時尚家 為了挖這些明星的那邊錢 今年竟然是最流行的衣服 就是真的是睡衣 那不是假的 所以我覺得這種睡衣時尚風的話 如果是整個這樣吹出來 而且前陣子的廣電總局 不是還有下面例嗎 叫這些明星不能帶頭 就是好像說奢華 然後展示那個 所以這個睡衣的話 因為我看了范冰冰跟趙薇 他們身上那個睡衣 那一套是非常貴的 不值得 不值得 而且范冰冰好誇張 因為范冰冰他穿的那個睡衣是男版的 是男生的 然後又拉著LV的香包 像這種等於是另外一種旋復的 我也是覺得作為這個時尚明星名人 而且你穿睡衣 不要講說在家裡面有客人來 穿睡衣都是不禮貌的 你先硬要把這個睡衣當成時尚風 來出去走 所以為什麼今天我們要稍微來講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不合一 我覺得上海是不要煩惱了 因為好不容易才把上海人穿睡衣 那個上肩的習慣給改要 我記得明珠那個時候住上海的時候 還做過這個專題 就是一到了傍晚 就是大家都把睡衣穿出去 而且覺得很自然 而且會穿睡衣配皮鞋配高跟鞋 沒錯沒錯沒錯 現在很久以前了 現在你看趙薇跟范范范 趙薇就是穿著高跟鞋 然後穿睡衣 像話嗎 我其實當時在上海 我真的看過滿頭弄的髮捲 然後穿著睡衣穿高跟鞋 拎名牌包出去逛街的女生 但現在沒這樣 我們得還人家上海人清白 人家現在沒這樣子 對不對 那當時 世伯之後就沒了 我是說人家上海人 多麼地走在時代的街頭 對你看 副不通吹回了當年 穿著睡衣上街的日子了 好這個是比較開心的 藝人的時尚新聞 但這個星期有一個比較負面 讓大家看來會心裡很痛的 對曾經演過陸貞傳奇 跟寢視黃飛還有小時代的指責時代 這些著名影視劇的影星叫喬仁良 在這個禮拜不幸過世 那過世的理由是因為憂鬱症 最後是自己結束了生命 他就選擇親生 對 他選擇了親生 那親生的理由 親生的這個方式呢 是用塑料袋套在頭上 這後來就引起了很多的網友的討論 當然悼念的人居多 那也有人覺得他用這種方式不可取 那我覺得很多的討論 其實都應該讓大家看到 其實憂鬱症是普遍存在 現在這個社會當中 不管你是哪一個年齡 什麼樣的性別 或是什麼樣的身份 都有可能憂鬱症 你都可能遭遇這個 對 那通常憂鬱症的人 在選擇做最後的這種方式之前 他一定會發出一些訊息 所以其實是這些問題是告訴大家說 其實應該要注重身邊的朋友 他有沒有發出這樣的訊息 再來就是在中國大陸 其實心理醫師非常非常的少 大部分的人只知道去看精神科 但精神科一般它只是治療 是開藥的 對於心理諮商 心理輔導 在中國大陸還非常非常的勸切 目前在中國大陸有執照的 只有三級心理諮商師 跟二級心理諮商師 但這兩個都是不能職業的 你可以去考執照 真正職業是一級它一級它沒有開放 所以外來的 比方說台灣的心理諮商師 它也沒有辦法登陸 對 所以現在有很多是公立醫院裡頭 附設的這種所謂的心理醫師 他們才是可以職業的 但是人數非常非常的少 我問過像一般的省城的大城市 一個省立醫院裡頭也就只有兩個 根本不夠 根本不夠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件事情是讓大家 注意到憂鬱症這個事情 而且要面對它 大家注意到最多的一段時間 大家注意到這段時間 大家注意到這段時間 有些人的心理諮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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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